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6月11号 星期三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 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一开始先关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台股因为指数 已经处在高档的位置 加上MFCI并没有将台湾升等 为已开发市场的影响 开盘就在平盘的附近震荡 不过尾盘获得了大胆敲净 吉拉翻红 加圈指数收盘 小涨了7.43点 来到9229.8点 连三天收红 成交量是103.29亿元 股王大力光五月营收 续创历史新高 以2080元收盘价 追平历史天价了 激励了高价股Mプray F7力 F茂莲 硕河飘汉大涨 世界杯足球赛 带动电视面板拉货潮 双湖友达群创 五月出货是维持高档 本季营收有望占回千亿元 股价双双强弹 汇集的多头人气 金融小幅走弱 国泰金 赵峰金 富邦金 盘下震荡 影响指数上升的力道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笔电代工厂合硕 广达五月营收双双下滑 法然分析合硕因为机期偏高 苹果iPhone 6还没有开始组装出货 导致了五月营收衰退 而广达则是因为五月ASP的衰减 单月营收也出现了衰退 电信三雄公布五月营收 台湾大哥大单月合累计 前五个月的每股获利 分别是0.55元以及2.56元 坐稳了电信获利的双料王 法然就指出 由于四局开台 电信业者必须要开始 摊提执照成本 也考验获利的能力 光学原件族群五月营收揭晓 大力光连续两个月改写单月新高 表现最亮丽 光药科同样也续创单月新高 至于郁金光的营收月增率 高达43.45% 创下了七个月的新高纪录 双双角出超乎市场预期的成绩单 联电召开股东会 顺利通过私募增资案 关于近期的营运状况 联电表示 目前八寸炒的接单量非常满 有些客户甚至抢不到产能 因此预期 整体第三季表现 渴望比第二季好 至于未来对于先进制成的蓝图 将直接跳过20奈米 从28奈米直接进入14奈米 预计明年上半年就会市场 市场期盼 南韩台湾渴望被纳入已开发国家指数 但是根据MFCI公布的最新结果 南韩台湾不只是没有获得升等 而且还从审核名单上遭到移除 分析师表示对台北股市来说 被纳入已开发国家指数 有可能将获得更多的国际资金流入 如今遭到除名 热钱恐怕会因此流出股市 反正在齐户的布局 三大法人买卖超盘名 外资买超了29.07亿 投信卖超4.64亿元 晋商买超1.79亿 三大法人共计买超26.22亿元 详细一同来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股期货部分 以9211点作收 上涨26点 与现货相较逆价差18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空单增加2071口 进多单部位 20136口 投信空单小增14口 进多单是750口 资议商多单大增2547口 至5625口 中计三大法人多单增加了462口 至26511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 外资法人观点部分 华硕在第一季法说会后 外资分析师对营运 呈现分歧的看法 近期在5月营收公布之后 外资券商仍然是难以取得共识 摩根斯德利就看好华硕 而德医师证券是保守的态度 罕空只给予260元的目标价 麦格里证券表示 南亚受惠于化学产品或锯脂纤维 都出现见底的情形 今年渴望会比去年回温 现在加上转投资的南科 获利出现强劲复苏 调升的南亚目标价来到72元 并且给予优于大盘的评价 野村证券表示物联网 是下一个科技题材的亮点 而物联网将签动包括硬体 签入是软体和网通 伺服器以及无线通讯等事物 另外手机和平板爆发式成长 也都助长物联网的发展 因此看好了物联网概念股当中的5档 分别是日月光 台积电 台达电 大力光 以及广达 切得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西向台今天出台的偏多讯息 太阳能电池厂新日光举行股东会 面对近期美国太阳能双反案 将在7月判决出炉 预期台湾厂商的税率渴望比大陆低 更有希望在最终的判决中 以没有税率收场 面对未来的产业状况 新日光看好下半年景气 包括了电池还有模组的价格 都渴望有持稳表现 东台5月营收比4月跳成4成 改写单月历史新高 东台认为受惠大陆的汽机车 订单持续增温 因此预期未来的营运动能 将会持续的强积 航空三雄5月营收出炉 全部写下淡季不但好成绩 包括华航互兴航空 都分别刷新近9个月 以及10个月的新高纪录 直逼去年暑假忘记水准 而财龙航空的5月营收 则是月增7.8% 成长动能强积 统一超商全家5月营收出炉 年成长幅度都逼近6% 反而认为今年夏季炎热气候提前 预估6月的统一超 还有全家的冰品 饮料销售 渴望再推升营收 继续的攀高 中刚5月业绩 在出货接单平顺帮助下 合并税前已来到21.9亿 比4月成长5% 中刚认为 目前的接单状况稳定 因此这一季的出货目标302万公顿 渴望顺利达成 工业电脑大厂飞结 在股东会上顺利通过了7元股利 其中包括了2元现金股利 以及1元股票 股利创下挂牌以来的新高了 由于第二季还有第三季 都是工业电脑的产业旺季 因此预估6月的合并营收 有机会比5月更好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只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请用五分出 去记得 请用去听无分出 无分出 乖过好 爸爸 儿牌清理窗 专利复门式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胎肉舞 台风季节来临 我们来看看防台准备做得够不够 准备沙包 固定招牌 树桐沟渠 不怕风雨来 不前往关潮 钓鱼或不当外出 防灾用品准备好 防台不烦恼 记得随时注意台风相关讯息 危险区域的民众 请及早避难疏散 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您 杠者很强 细致立网 颖赋域 卡位名声细致线 捷运三分钟 商圈环四周 中兴路繁华身段 商圈正中兴 新东区智库首圈 中兴路立网 智库一至三号 颖赋域 二六九四六一一一一 欢迎回到股市玩报 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兑换美元 汇率今天收盘升值了1.1分 达到30.039元 兑换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5.98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来看看 谢观看 关心国际的重大财经讯息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今年低际的疲弱状态 拖累了原先预期的经济加速 预测开发中国家 今年的经济成长将面临失望的一年 认为全球经济成长将无法保三 将预测从原本的3.2%下修到2.8% 英国央行强调 过去一年来由于英国的经济成长相对强劲 失业率大幅的减少 因此预估将利率从目前的0.5%的空前低点上调 可能会比原先预估的2015年第二季还要更糟 MFCI宣布2014年全球市场的审核结果 并没有如市场预期将中国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 但仍然把A股保留在2015年的审核名单中 更表示看好大陆股市今年第三季的表现 颜调机构指出今年4月出货到大陆厂商的一金电视面板 数量达到670万片比3月下滑了5% 分析主要原因世界杯足球赛的拉霍动能 已经告一个段落 才往5月颜调机构也预估5月的面板出货量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日金指数收到美股走扬 日本大型企业乐观看待第三季的一个景气提振 腌制以红盘开出 在期货买单涌入提振下带动涨幅逐步扩大 上涨了0.5%收在15069点 详细一统来关心 详细一统来关心 在国内重大的财经讯息部分 郑交所举办股东会公布去年的一遇成果 税后存益跟去年持平EPS2.45元 展望今年董事长李树德表示 台股的基本面表现抢眼 加上即将在6月底上路的先卖后买的 现股当中 整体看来是很乐观 身为证交所大股东的台湾金控 由董事长李继柱代表出席 证交所举办股东会 董事长李树德亲自主持 当然我们一个股票市的发展 它最基本还是上市上位公司本身的基本面 从相关的数据 它的营收 它的EPS最近都表现亮丽 所以最近股市都回稳 我想大家都看得到 公布去年财报 售后金利来到15.4亿元 EPS2.45元 较前年2.49元 小幅衰退 不过展望今年李树德表示 台股量逐步回温 光是5月上市贵加起来 日均量就突破1190亿元 指数更创下6年新高 加上即将上路的先卖后买 现股当冲 种种因素都有望挹注获利表现 基本上我们资本市场里面 我们国内的投资者 跟国外的投资者都参与很多 当然外资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 台股基本面稳 李树德强调将持续推动 像是薄刀指数新型ETF上市 另外也将积极与世界各国 主要资本市场合作交流 这是要提高台湾证交所 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 Fusion的关羽台北报道 比电代工厂伪创召开股东会 董事长林宪明主持 强调今年第一季业绩状况确实不好 未来将转型积极布局 锁定物联网智慧终端产品 预估第二季和第三季将会逐迹走扬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成长很多 未创低级财报EPS缴出0.15元成績 获利位居笔电代工五个最后一名 董事长林宪明出席股东会信心喊话 预估今明两年就能看到转型投资成效 木联网商机浮现弥补笔电出货成长趋缓 不过现场也有小股东之一 外资持股从六成降到三成 当然我知道外资的持股是有在降的 那么最近他们也有在增加 那么我相信外资对于我们工资 治理的状况是很了解 因此他们还一直愿意来支持 成料外资持股已经逐渐回升 今年包括笔电智慧终端产品都会有所成长 股东会也通过配发两元股利 其中股票股利0.2元现金股利1.8元 伪创将持续转型布局前进 不再死守NB市场 希望今年就能从谷底向上爬升 林宪春副谈不倒 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公布五月营收 终止单月连续创高的走势 月减1.8%来到607亿元 营收走跌的还有鸿海 年减超过10%来到2679亿 连续两个月下滑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也会比去年的下半年好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看好下半年景气 搬出四月营收 冲上618.87亿元 历史新高后 市场预估五月营收还会续创新高 但实际表现却不如预期 月减1.8%来到607.89亿元 终止新高纪录 5月营收走跌的还有鸿海 由于处在新旧产品交接空窗期 营收来到2679.66亿元 月减9% 年减10.82% 连续两个月下滑 符合董事长郭台铭先前预估 第二季业绩平平 要到第三季才有明显成长 尽管上半年鸿海营收端低 但下半年伴随着苹果 iPhone6心机上阵 市场预期 今年下单量将高达9000万只 换机潮堪称是苹果产品 史上最大 鸿海负责组装订单达9成 渴望为下半年营收再创新高点 林宋重复台报 苹果三星宏达电 积极的部署下半年战略之余 大陆品牌手机厂也没有闲政 在台湾推出了新机 强调用1300万画素的相机 也能够派出5000万画素的相片 还能够快速充电 寄出高规格 要和其他品牌厂抢势站 大陆品牌推新机 大手笔举办造势记者会 请来Model走秀 还有超大型体验展场 5.5寸萤幕色性处理器 虽然只有1300万画素相机 不过一次可以高速连拍 10张照片 再自动帮你合成5000万像素解析度 搭配快速充电技术 只要5分钟就能足够将2小时电话 另外更酷的还有特殊的提杆手势 同时我们在这个上面画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打开我们这样一个闪光灯 同时我们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手势短 我们画一个圈的话 就会非常轻易地进到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拍照的模式 寄出高规心机来势汹汹 和宏达电影HTC1 M8相比 5寸萤幕色星处理器 但相机只有400万画素 再和三星旗舰机S5比一比 5.1寸萤幕同样色星处理器 1300万画素相机 到品牌OPPO旋风席台 要在市场占一席之地 目前的OPPO官方饭食团的话 已经突破了万人打官 现在目前这个数字都在持续地在增长 短期数 我们现在目前所关注的 更是为用户提供更惊喜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短期的销售不是我们目前是关注的 反观小米同样拥有超强气势 陆续在马来西亚推出新机 持续挺进东南亚市场 另一品牌厂联想则是规划并购Motola之后 提升在美国市占率 大陆品牌厂一军突起 手机之战越演越烈 林宋春副看到 自行车族群5月营收出炉 美利达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8% 巨大则是跟去年持平表现相对稳健 至于链条场贵蒙 受贵于客户拉货动能不解 移收成功改写新高 预期在启动第三阶段整合加持 全年成长态势不变 挥别寒冬步入炎炎夏日 也是各项运动赛事举行的高峰期 最让自行车迷期待的环发赛 也将在7月5号正式开跑 渴望掀起一波自行车运动热潮 希望未来几年能够随着曝光 我们成为公路车之后 还有登山车之王 近年来积极赞助公路车队代言 渴望借此激发品牌效应的美利达 5月业绩果然强烟 达到20.97亿元 年增8.39% 劲敌巨大表现相对稳健 合并营收48.58亿 与去年持平 自行车双雄成长动能不减 身为供应链 也是全球最大自行车链条厂 贵萌当然不逊色 5月营收2.09亿 月增6% 年增5.67% 改写历史同期新高 预期今年在合并天津厂 效益显现下 全年业绩表现 渴望更亮丽 富士卢关宇台北报道 母亲节党期益住了餐饮三雄 5月的业绩开红盘 全部缴出双位数成长 王平教去年同期成长值比2成 突破了14亿 改写7年以来的次高纪录 而另一业者瓦城 则以年增超过三成的高水准表现 较出漂亮的成绩单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带家人上餐厅庆祝 不早一点定位 根本是一味难求 餐饮业者忙翻也转翻了 根据网品最新数据显示 光是母亲节单日营收 就达到7000万元 来客数13.6万人次 成功创新高 退升5月营收达到14.8亿元 年成长19.95% 今年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的开始 明年是我们国际化的一个前进的一个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王平5月在新加坡开幕的输果 原本预期单月业绩约30万新元 但包含市营运 才一个星期的营收就达到25万新元 预计最慢7月可以损一两瓶开始赚钱 另业者瓦城同样社会新店 以及新品牌开幕财报抢眼 消费者越来越在意的是 整体消费的经验跟价值 我们一直在为顾客提供很高的 消费的价值来讲 我们是很乐观 我们是很看好的 瓦城五月业绩2.54亿 较去年同期大增33.1% 成长率位居同业之冠 至于F美食也不落人后 合并营收达到14.1亿元 年增14% 预期在二代店改装 以及持续拓展美国市场布局 营运渴望逐步攀升 富士卢关宇台北报道 并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股市玩报 召私派是重大财经认息 比赛世界国家有尖探 还是重大财经认息 问题大 intentions 我喜欢它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都清楚 它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大户拼命吧 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 赞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 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港者很强 系纸立网 影富裕 卡位名声系纸线 捷运三分钟 商圈环四周 中兴路繁华身段 商圈正中心 新东区智库首选 中兴路立网 智库一至三号 影富裕 2694-611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看好的穿戴式装置商机 国际大厂纷纷推出商品 抢供消费者荷包 三星以自家软体推出 第二代的商品决战 Google Android平台 苹果开发者大会 则是释出的健康管理开发套件 打造用户医疗管理中心 预告下半年穿戴装置大战 提前的开打 近期台股走势强劲市场 期待有没有机会再占新高 财政部长张胜和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都表示 基本面表现不错 加上国际股市陆续开红盘 台股渴望维持上扬的态势 工商协金会举办早餐会 行政院长江一华 率领报夸财政部长张胜和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等内阁首长出席 与企业大佬面对面交流 财经首长到场 大家都很关心 台股成功创下近六年新高 有没有机会挑战 马总统任内第二个股市高点 也就是9220点 量价都很好 资金也一直进来 特别是日本流进来的资金很多 张胜和有信心 尤其看好外资动能强劲 曾明宗同样乐观以对 国际股市开红盘 台股基本面也很不错 不过市场传出 福茂协议卡关 大陆暂停 后续两岸谈判协生 使得金融三会受到波及 而大陆营监会原定这星期 要派高阶主管来台 洽谈经营四会的召开日期 也突然喊咖 它是因为临时 他们那边有重大的事情要处理 倒是不是因为相关的事情 我们相信了 三会会下半年会正常举行 做出解释 表达金管会立场 希望能够维持每年固定会面的惯例 在下半年顺利安排 前往大陆北京 召开两岸金融三会 Fresh人关于台北报道 根据研调机构统计 5月4寸LED累晶片 占两岸机台总产能60% 随着旺季到来 蓝宝石金棒需求不断增加 反而预估产能可能会出现吃紧 到时候4寸的蓝宝石金棒供货 可能会出现缺口 4寸价格涨幅将会比2寸金棒价格 出现明显的走势 经济不景气 微型创业正行 有业者突发奇想 利用低成本出于经过加工改造 调配层汽油瓦斯 能源液体火热 还有业者干脆买土地 盖太阳能板 卖给这一个卖店 给日本的国营事业 就连太阳能厂硕河也是客户之一 不要的玉米梗做成替代汽油 可以发动机车 也可以代替瓦斯 连接到瓦斯炉开火 这种不要的梗 然后可以提炼出一种 叫做钉纯的东西 那这个功能来讲的话 现在国科会跟工人院 都已经有学术报告出来 它确实可以替代汽油 那我们经过22年的研发 已经把这个东西实际化了 用宝特瓶替代瓦斯钢瓶 业者号称安全度高 不会有漏气爆炸问题 像这样一桶20公升替代瓦斯 售价540元 比市面上20公升桶装瓦斯 大约售价840元起跳 还要便宜 能源一体夯 还有业者干脆买地 盖上太阳能板 卖电给日本国营事业 我们如果是最小单位的话 加盟金大约是台币180元以内 这个内容包括了 日本50坪的土地的所有权 太阳能发电的设备 以及日本九州电力公司 所提供的这个 20年期的购电的保障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 20年期间内每一个月 日本电力公司都会跟你购买 无上限的购买 你的太阳能发电设备 所发出来的这个电力 蜜糖吐司 甜食热食端上桌 还有3D练音技术 也欢迎有兴趣民众加盟 2014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创业展 包括110家品牌 450个摊位共同参展 经济不景气 也难怪微型创业特别夯 林宋春副谈到 华确计家全力扩张中国大陆 主机板市场 二线厂商出货 纷纷陷入苦战 维新今年出货 力拼700万片 重回主机板第三大厂 华琴则是积极调整脚步 降低越南厂停工冲击 出货力保760万片 维持与维新了领先的差距 收到智慧手机出货畅旺 华硕人保打破了五穷六绝常态 五月业绩不降反升 人保五月营收680亿元 写下近三年多来新高记录 华硕是靠着 平价手机席卷市场 营收来到368亿 预期六月营收持续看俏 好手机一定要很贵吗 平价手机一定不能和美吗 今天尖缝要改变这个世界 华硕评价手机 Zenfone登台开放上千名粉丝 大打体验行销 策略果然奏效 第一季出货20万台 五月产能已经达50万台 预计六月还要往上跳到100万台 虽然笔电缓不成长 但五月营收达368.45亿元 月增6.98% 年增10.47% Zenfone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真正就是 开始从这个最高级施法 但是非常平价的手机 要开始充这个量 我们今天已经立下了 这个五个minit的目标嘛 当然希望可以超越 但是后面呢 我想我们后进会更足 打破笔电厂五穷六绝 魔咒的还有人保 受到笔电需求高于预期 五月出货 冲上350万台 这上智慧手机延续第一季动能 营收来到680亿元 月增18.9% 旗下近三年多来 新高记录 到明年去继续的call down 看能不能让这个市场的需求 继续拉上来 另外伪创五月营收 438.31亿元 约增2.3% 伪创认为 接单符合预期 第二季除了手机持平 或小幅下滑外 其他产品线出货 都高于第一季 而营业打营收 来到347.43亿元 约减2.4% 预估六月笔电出货 将和五月相当 但受到新旧产品交替 营收会略低于五月 林桑重复 看到 联发科透露 4G手机晶片 正式获得了 中国移动认证 随时可以出货 尽管与高通 麦威尔相比 进度稍微的落后 不过在大陆手机品牌厂 供应链立体下 联发科下半年 4G手机晶片业务 将会加速的成长 面板双湖 五月营收出炉了 友达月成长6% 来到349亿元 群创则是月减4.9% 来到363亿 在电视面板 持续强劲出货带动 面板双湖 第二季营收 有机会重回千亿元大关 搬出VK电视 大秀最新技术 就连小细闻 都能真实呈现 受到电视面板 强劲出货 群创五月营收 363.25亿元 月减4.9% 年减3.1% 预估第二季营收 将会增加到 1000亿元以上 营收计算率上看20% 我们今年的出货目标大概占我们整体出货量的两成到三成 那随着我们一些新的产品 以及下一个世代高色保 4K 2K的推广 我们在15年会有更长足的发展跟进步 4K 2K是群创一开始最早去推广的产品项目 那随着各家的厂商以及各个面板加入这个4K 2K的领域 我们觉得对这整体的电视的市场会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发展 第一季全球一金电视出货表现 前景还是非常的不错 在今年底以前能够有大尺寸的OLED的面板能够面试 另一面板厂彩晶5月营收出炉 来到20.8亿元 月增3% 年间33% 说大陆智慧手机面板需求强劲 落台中小尺寸出货反弹 大尺寸则是有监视金面板和自由品牌产品出货 也比4月增加54% 您送全副代表 巴西市足赛12号即将开打 全球一金电视出货动能以南美洲市场最强劲 主办国巴西5月出货量年增51% 达到330万台 傲视全球市场 反而认为受到市足赛加持 光电板双雄自超见底 第二季营收竞争幅度将会从5个百分点起跳 台塑四宝股东会由台塑化打投证 会中通过美股配发2.5元现金鼓励 展望市场走势 集团总裁王文渊坦言 实话景气没有预期中的好 主要还是受到大陆产能过程问题 但他强调将会在逆境中力求成长表现 与台塑化董事长陈宝郎交投接二 台塑集团股东会登场 由台塑化当先锋 马上就会现场股东带来好消息 打破去年只配发美股 0.26元现金鼓励 今年美股送出2.5元 实话景气没有那么 那么 预期的那么好 大概台塑实话会好一点 坦言实话景气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好 其实从5月财报就能看出端倪 台塑化5月营收只达到711.13亿元 月衰退3.2个百分点 主要就是因为大陆产能过程问题依然存在 不过大家还是关心 越南暴动导致台塑合进钢厂损失 目前处理情况 大陆的包商在两个月里面没办法回去 那当然会影响这个明年底王国 现在经济部有在跟他们谈 我会找一个时间 因为现在刚好是股东会局 大概6月底前我会过去 王维渊脸一成 对于越南合进钢厂进度 似乎还是有些担心 表示将在6月底与经济部一同抢往越南 了解最新状况 富士学路关宇台北报导 美国太阳能新双反案出判 中国大陆高利率反补贴结果出炉 市场上开始研判各种可能的走势 部分业者认为 美国如果视台湾违反请销共犯 恐怕会导致美国采购成本提高 相对不利 不过对于台湾的反补贴出判结果 多数厂商已经是从乐观转为观望的态度 大陆的婴幼童品牌业者最新财报出炉了 F东林在营运策略逐步调整下 5月营收达到1.28亿年增6个百分点 表现稳健 而另一大厂淘地更缴出大增值比5成的好成绩 第二季持续看望 可爱的黄色小鸭得到不少小朋友的喜爱 F东林正文两岸市场 公布5月营收表现 合并营收达到1.28亿元 年增6.03% 显示重新调整经销商策略 已经逐渐发酵 我们对城镇化的一个看法 就等于他们消费率就提高了 所以我们在布局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等于是会去设点 冲刺失时整合的销售通路 旗下专门供应电子商务贩售的新品牌 已经在6月开始陆续上线 走终端价位的策略 满足3到4线城市消费者需求 加上大陆开放单独二胎政策 预估每年新生儿渴望增加100到200万名 营运将水涨船高 今年最主要有二胎化的一个开放 我们在第三季会进入到 慢慢进入我们的高峰 那延续到明年20015年 随着大陆整体同装市场的产值不断扩大 对手F陶地 五月一收同步上扬 达到3.79亿元 年成长49.61% 积极推出自行研发的新设计产品 更进行媒体广告曝光计划 今年上半年已经在厦门航空 复兴航空以及大陆高铁等大打广告 就是希望借此抓住消费者目光提高市占 工作没头绪 为了截止24小时免负费电话 就有专人服务 通过心脏推演机平衡 就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及要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 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 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 我们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 我们社会需要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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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呆有 你有消費的疑難問題或爭議申訴嗎 請拨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請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關心你 奇怪 問一下要吃 我都不會洗 怎麼洗不完 洗不完 錢就像在放水 補充給我口水 如果妳看妳再用亂 妳每天忙來忙去都忘了照顧自己 我當然要按時幫妳繳國民年金 讓妳細細有保障 而且現在自己只要繳60% 保障就有100% 還現彈政府保障的40% 這麼糟喔 這次討厭妳的最大心 國民年金輕鬆繳 終身保障不會少 歡迎回到股市文安報 節目現場每股到球 由黑翻紅再開寫歷史新高紀錄 亞洲股市則是受到MFCI干擾 包括台灣 韓國 升等落空 大陸也未納入全球指數 多頭異性藍山 台股昨天初期不易拉尾突破了9220點 一度衝上9227的波段新高 但是電金全值輪修 轉為在9200之上漫步 電子轉油面板雙虎 搭配了中小型股表現 包括生技 太陽能 物聯網 叫獲得買盤的青睞 不過最後一盤多頭似乎拉尾上癮 又再砸62億元 拉抬了16點翻紅 讓收盤指數再創6點新高 加權指數收盤是少漲了7點 以9229點作收 成交量放大到103億 明天該怎麼選股 我們趕緊請到 大家都非常熟悉 運搭頭顧的李春華 分析是為我們解析 明天的關盤重點 李老師晚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請到李老師 今天又再度的拉尾盤 而在亮的也是有放大到千億元左右 明天的盤是 是不是能夠持續高檔的一個震盪 跟樂觀您的看法呢 是 這個盤 明天長持續以為值 多方的格局是沒有改變的 那四年的新高9220 在昨天創高以後 今天的收盤價格 雖然只漲了7點左右 但是收盤也是創下盤中的一個高點 9227 所以這個盤式來講的話 已經穩穩站上了四年新高 接下來要挑戰 六年的新高9369 9309 那這個位置是2008年新榮海嘯 以來2008年開始的一個起跌點 那經過了六年的時間 那應該在這個禮拜 我個人看法就有機會看到了 那我們從美國股市來看 美國股市在六年前的位置 到以道琼來講 是在一萬兩千點的位置 那目前來講 也來到了將近快一萬七千點 那這個過程當中 道琼跟S&P 都一直在平創他們的歷史新高 那如果說台北股市能站上9309來講的話 那代表六年的一個大底完成 那接下來未來的整個過程 那一個大的組長的循環 就會這樣開始 但這個WD的一個行程 最重要還是以目前來講 國際環境的整個看法來講 還是相當樂觀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國際環境來講的話 國際股市像德國股市 已經來到了一萬點以上的一個大關 那美國呢也創歷史新高 再來看資金面來講的話呢 QE雖然退場 但是升息的腳步 不會那麼快就實現 那歐洲央行也實施了一個 會負的利率 所以說國際資金持續寬鬆 那我們再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國內的所謂的景色追射信號 然後呢在這個月五月份 可能再持續再亮第四個綠燈 所以從一個整體環境來講的話 財費股市在這一波的一個大多頭行情 但目前能處於一個主身段的一個階段 但在一個多頭的格局當中呢 到底要漲到哪邊 我個人覺得不用去預期 在上漲的格局不用去找它的壓力 最重要是要看支撐點 那這一波的支撐點 最重要當然就是一個9000點的一個位置 因為這個整數關卡歷經了四年 在漲上去的過程當中 就不亦被再疊下來 那再另外一個就是在一個 之前那個11個交易日前的9059 那個缺口的高點 所以說這個區間來講 9000到9059 這個重要的區間呢 這個這邊如果說大牌 沒有被回補的過程當中 當然多頭的格局我覺得是不會改變的 但重點是在目前的操作上面 還是在一個選股的過程 因為這個大盤 可以看得出是一個類股快速輪動的過程 那電子跟金融相互輪流的 做一個衝關的一個角色 因為目前量能每天的日均量 幾乎都維持在1000億左右 那當然你從月線來看 目前這個大盤的一個量能來講的話 其實跟之前四年前或者六年前的月量能 其實是差蠻大的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應該在於 外資的持續買招台股跟我們政府基金 也在大量買進台股的過程當中 籌碼的穩定度 所以量能的問題都不會去擔心 在維持到1000億左右 這個量能來講 這個大盤都相當的健康 那選股方面來講 我們從IT設計這個產業來看 從五月份的營收 我們可以看到IT設計這個族群 我們第一個從聯發科來看 五月份營收是成 月成長1.5% 這是比預期還好一點 那瑞育五月營收是27.29億元 那月成長也1.1億 也是符合預期 那現在中國大陸跟新型市場 都以雙核跟十二星為主 那預估聯發科八核心的晶片 今年可以出現2300萬套 所以說加上聯發科 目前推出八核心的新款晶片 還有中國大陸業者的一個支持來講的話 雖然聯發科近期 股價都在500塊這邊上銷 做成立的格局 那以聯發科第二季的營收來講 都能夠持續成長 今年獲利的EPS也估計 法人估計也到30塊以上來講的話 投資朋友可以留一個標的 再來是驅動IC的一個部分 在驅動IC來講的話 五至七月手機的驅動IC 其實庫存是有被修正 最重要的是中國大陸 它因為整個稅制的改變 它所以中國三大電信營運商 對此的反應就是在一個補貼 預期會補貼100億人民幣的一個減少 那造成了像需要五月份的營收 10.06億 負17百分比MOM 那我們看得出來 毅力來講的話 也是衰退的蠻多的 五月營收6.83億 衰退負的24百分比 表現不如預期 那續創的部分來講的話 對還好 STN驅動IC是有預期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需要這一支股票來講 經過這個利空以後 它明年會跟F敦泰來講做合併 最重要他們會推出一個TDDI的晶片 就是在觸控方面 整合了驅動IC的這一塊的雙整合晶片 將是未來手機的最重要的觸控 加驅動IC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潮流 所以在趁止這個利空之下來講的話 以一個中長線投資的觀點 像需要今年整個獲利來講 法人預估也差不多在4塊到4塊半 那目前來到50塊出頭的 這一波的一個修正的過程 當然從一個中線的觀點 都是非常自可以留意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從一個iPhone 又一個題材 那蘋果推出的新功能過程當中 往往會對市場造成一個新的風洞 那今天來講的話 那目前在大家對一個蘋果新的 一個間諜影片可得知 那這次iPhone 6 可能會有所謂的無線充電的功能 那無線充電來講 對台灣的電子業來講 或是說全世界電子業來講 都是一個新的 所謂的一個電子業的新的 一個潮能或新的功能 我們講如果說 以無線充電的技術有三大技術 一個是WPC 一個是A4WP 第三個就是PMA 那目前大家能夠可用的來講 有產品發表的就是WPC 那我們台灣來講 就屬於WPC聯盟的部分 那目前會員有高達137個 那授權產品有141 那如果說以主要成為 有台灣廠商 HTC TI iPhone Sonic 三陽等 那如果說最近無線充電的題材 股價大漲 可以看到出來 就是自身 這一波股價從30塊 漲到今天47塊 那1PS 預估是差不多3塊半左右 那我們拉過來來講 如果說另外一檔 無線充電的IC設計公司來講 可以投資朋友可以留一下 4952的零通 那零通 目前股價差不多在39塊7的附近 那今年的獲利來講 也差不多有到3塊錢 所以本益比跟自身來講的話 他們本益比就相對比較低一點 而且他要屬於IC設計公司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確實有無線充電的 MCU的控制晶片 已經開始小量的一個出廠了 所以說如果說無線充電 這個題材持續發酵的過程當中 4952的零通 投資朋友在後續的股價的發展 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好 那我非常感謝運達投顧 李春華分析師詳細的解析 李老師謝謝 好 謝謝 大盤目前穩穩的由多頭掌控 從盤中電金全值股不動 但指數仍可以利手9200點之上 漫步就可見一般了 調節賣壓並不重 微盤小拉就可以輕鬆登高 而在特定的買盤的照顧下 頗有不見9309點不回頭的意味 不過個股輪動加速 震盪幅度也會擴大 指數短線上仍有高點可期 但是需要考驗 投資人選股的功力了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報 感謝您的收看 節目最後一同來關心 明天的重大財經預告 我是郭凱 明天見 我喜歡他的技術溫習 線圖自行多清除 他的籌碼分析讓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大戶拼命買 他的基本面完整老師都在用 家庭主婦也能賺大錢喔 他們都是用烘天雷 讚 冷氣調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調暗點 氣氛好一點 節電 是今下最美麗的流行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 加入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病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妹妹啊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C豆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促進性別平等 讓世界更美好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當初來到台灣的時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適應 也過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謝移民署 對於新住民的幫忙 讓我們免費上課 學習更有用的技能 移民署推動新住民資訊素養教育計畫 課程完全免費 資訊專線 0800-005-788 我們今天要找的是 武林高手 為什麼 他們都是武林高手呢 因為 滿五歲 年三 小我的 多元交手們 記得修行喔 設計幫地球寫日記 環境氣候就跟人一樣 都有著屬於自己的脾氣 與他們早是相處的我們 你看見到他們的情緒了嗎 世纪不再分明 天气的变化难以掌控 暴雨 温差 忽冷忽热 整个地球都快受不了了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 越来越艰巨的环境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 一起朝向关注地球的角度 去改善我们居住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